哈喽各位好欢迎来到安迪的游戏频道今天呢很高兴可以跟各位带来这次木精灵全新的dlc 那今天的内容呢我们会简单的介绍一下木精灵这次全新的玩法 那因为这次战役呢是有帮木精灵重置一下他的玩法包含科技术啊那至于这个领主的技能术什么的其实我已经不太记得了 不过我等一下在后面的片段也会展示一下稍微让各位看一下现在领主的科技术是长什么样子 如果有什么不同的你也可以在留言区下面分享 因为木精灵我很久没玩了所以也不太记得他原本到底长什么样子 不过呢啊这次还有这个全新的一个战役界面 然后哪里全新呢你会看到右下角一个混沌入侵啊现在是可以选择混沌入侵的难度啊 你可以选择关闭开启困难疾难或传奇 所以如果你觉得之前的混沌实在是太弱了你是可以把混沌入侵开成传奇难度的好吧 我觉得这个还算是蛮贴心的啊就终于帮入侵混沌给稍微的强化一下 那这次呢我们就来展示一下欧莱恩我们最经典的木精灵主的玩法 那这边就是他一开始的开戏效果允许独特的狂烈事件领导力然后维持费都减少 然后领导力增加武器位力增加那这边有个种族属性 生灵自愈世界根虚跟生成根虚意愿成为主的什么巴拉巴拉的这些 这是他这一次的一个新的玩法那我们就直接进去游戏里面看吧 我们来看看究竟是长什么样子咯 好的那我们进来游戏当中那一开始的时候呢我好像漏讲了一件事情 不知道各位刚刚在选人的画面有没有发现难度没有写出来 好没错这一次的战役选择的界面好像把那个难度的指示给拿掉了 就是以前不是会写什么这是简单普通困难还是极难之类的吗现在好像已经没有这个选项了 好感觉不知道是不是CA觉得这个难度已经没有什么鉴别度了 因为有些简单的玩起来很难有些困难的玩起来很简单 好所以他干脆就全部拿掉所以以后玩这个战役就是看这个自身的感觉跟自己的造化好不好 那差不多这样子 嗯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Orion一开始的起始位置就在我们的时代像素好这也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玩邪悦战役的时候他也是在这里嘛所以是没变那我们是在凡戒帝国 好这是凡戒帝国的战役那我们把这个画面缩小之后呢是不是有看到 污昧森林盖亚山谷时代像素幽暗森林十九寿灵帝劳雷洛恩森林 好都有这么多的这个据点那这些据点有什么用呢 因为有一个新的功能叫做生成根虚 他可以让木精灵在魔法森林之间传说 第十回合后就可以开放使用 那这就是所谓的魔法森林 你可以在这边自由的穿梭 我觉得这个功能还不错啊 如果你跟那边的领主是有交好的话 你是可以直接穿梭过去帮忙的 那这次呢我们先来看一下 木精灵的胜利条件好不好 我们看一下 因为我们来讲就是会打短期胜利吗 短期胜利的话是回合开始的时候至少 拥有五百的森林健康度 爱索罗伦 然后之后你就会打赢这个 首位像素 然后就完成重生仪式 就结束你的短期战役生 你那那如果你是长期战役的话 你要完成八个重生仪式就 有有有有有点辛苦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个都要完成重生仪式 刚刚还少讲下面这两个 欧瑞欧营帝跟神圣池 你就必须要完成八个重生仪式 这个是比较的 呃 花时间一点啊 那重生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 你的主堡上面会有一个 新的UI界面 那除了刚刚看到的生成更需之外呢 这边还有一个叫做重生仪式 那要怎么样获得重生仪式 我们点下去看一下好不好 点下去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他说 这座魔法森林需要五百点的健康度 才能进行重生仪式 那一旦开始仪式的时候 敌人就会攻击该地区 仪式结束的时候 保护好森林就可以获得额外奖励 那奖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一个 十代像素升天 就是 最第五阶的这个 十代像素的等级 那你可以看到 左边是这次的能力 公共秩序全派系加5 在森林战斗的时候 所有军队有10%的特殊豁免 但要量在森林战斗的时候 加100% 所有行省成长160 未受腐蚀加12 然后森林都可以获得先锋部署 这些都是很棒的属性啊 包含他提供的驻军也都是很屌的 就是非常的大量 可以同时发现你的属人地下城市 发现机率会加90 基本上可以把属人的房子给挖出来 同时你们可以看一下 还有其他那怎么样提升这个健康度呢 这边有一个森林健康度 上面写着改善森林的健康度的话 就可以进行重生仪式 永久恢复森林 透过摧毁他周围的这三个图示 荒原地带城镇 确保你的盟友或是你占领这个城镇来治愈森林 简单来说现在 现在这边的健康度你可以看一下 应该是在 这里 你看这里 这边森林是时代像素的森林 然后下面有一一连串的一些房子 就是城镇的名称 什么卡拉克啊奎奈尔啊 然后你就要去控制他们 简单说就是把打下来 也没那么复杂 你看卡松城堡 你把这边全部控制下来 你就会相应的去增加他的健康度 就每回合我记得好像加一吧 你忘记了好像是加一还加二 我记得加一啊 因为他被占领的话像这个 一开始卡拉克普达尔这边被占领之后 这边的健康度是每回合减一 那就不太优 那就 设法的把你旁边都控制下来 就是你这一次玩木精灵的主要目标 那同时呢 我们可以看到健康度除了 健康度除了这个 就是做重生仪式之外呢 我们看到他也可以就下面可以看一下他的这个成长的办法 解决奇遇事件 战斗或摧毁平定荒陵 森林全域科技建筑什么都可以增加健康度 那健康度同时还可以提升提升一些行省效果 我们看一下 好0到99的话是没有没有效果 好没有效果 然后再来的话100到199的话呢就是成长加10 维持费减5% 然后深层根虚传送的话冷却减1 因为这个深层根虚你不能一直传送的 你传送一次就要cd一段时间 所以这个你把健康度升上去的话就是可以减少这个森林的 哇森林的恢复时间吗 不是哇森林就是深层根虚的恢复时间 好那森林健康度这个每回合自然减少也会下降 没有是变高变高因为就是让你要持续的去夺取这个新的健康度 所以变成说你你这个健康度上升之后他自然减少率竟然还下上升 这个听起来不太合理 不过应该是为了平衡啊 所以你看一路升上去到500的时候就是可以行省成长加50 然后维持费减20 增成根虚的传送减4回合这样子 所以他大致上就是这样子好不好 这是新的一个机制 那我们来看一下科技术吧 那这是新的科技术 应该是新的啦 应该是我记得他是有跟我们说这件事情重做的 因为我没有特别翻回去看的好不好 那我们就稍微的浏览一下 第一个的话可以加这个战役的地图视野公共秩序加1 然后第一层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什么 远程抗性所有进行单位加10 然后暗影系的法术减10 还有这个是资源跟制作建筑收入加10 还有精灵步兵跟骑兵单位护甲增加 云王智慧 可以增加破甲的伤害就是居英单位 然后提供魔法森林的视野 还写了一个请注意这会使远方的敌人注意到你 好下面的这条线呢是毁灭之主伊利尼尔 在魔法或荒原上战斗获胜就可以获得一点的额外健康度 如果我推测的没错这个玩法我看应该也是蛮浓的 必须浓这个森林健康度 所以我相信这个东西早点研发的话效益可能还不错啦 再来这个各位看一下好就精灵骑兵 战因骑兵跟巨英的单位加5的对大反大 然后野兽系法术减10的冷却远存威力加10 这边还有各式各样的什么复仇女王 就是加一些能力啦 我这边稍微留感一下给各位看好了 我们就不一个讲了好不好 第一层稍微看一下 然后你有需要的可以暂停 暂停然后看一下到底是加什么 这边还有一个跟暗精灵加外交关系 黑魔法法术减10 上王补元 然后这边还有外交关系增加 跟暗精灵外交关系增加 那上面就是跟高等精灵关系增加 就看你要走哪一条线啊 看起来上面是走高等精灵 好下面感觉就是走暗精灵 然后看一下上面这一条 嗯哼 葡萄园建筑上王补元素率 巴托尼亚的关系 改善巴托尼亚关系 然后这边港口的一些 风暴礁石的损耗免疫 维持费减少 狩猎建筑 勾入增加 巴拉巴拉巴拉 然后后面是对高精灵的外交关系增加 这边 灯灵健康度 每回合加一 中间 中间一样我们还有是有这个琥珀 现在这个琥珀还是在 欧莱雅这边还是有的 我们看一下 冬树智慧 然后 柳树智慧 这边应该都是上升一些 单位跟一些战役的效果 各位稍微的 参考一下看一下 OK 差不多这应该就是新的科技术的部分 好吧 那其实这一次 我记得他的那个 界面上的一些说明 其实都有大大小小的更新 那 呃 实际上的话我们 啊 战斗之前我们看一下 欧莱雅身上技能 好了 这是欧莱雅现在身上技能 那老实说 我不记得之前是长怎么样 不过各位就参考一下 好吧 呃 看起来 下面这条 这条线应该是差不多的 看中间这个 红色线的话呢 感觉应该也不会差太多 这应该都是增加这个单位的 作战能力用的 我们来看一下上面这条 奥莱恩之鸥 法术法术的部分 这边有一个 那个 呼叫他的那个 狗的那个法术吗 范围的那个 我记得应该是那个法术 然后香树任性不破树皮 这边是加一些近战的攻击能力 上面的话这边看一下 战因利爪 这边加远程的作战能力 阿酸之鸥 然后这边就会加一些特殊的战役能力 包含这边有一个弹药量增加 然后这边是军事招募建筑的成本减少 灯灵之眼 然后这个浮击成功率巴拉巴拉的 这边可以稍微看一下 上面还有一些 他自己的特殊的装备 特殊的装备的部分 好 那差不多是这样子 我们就简单的进行一场比赛 对对战 好吧我们就来打一下这旁边的野兽人 试试看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的战斗的感觉 有什么不一样 那因为现在的游戏就是 他现在CA把那个 森林里面的效果给改掉了 就原本在森林里面你的射击 是会被树林挡住嘛 那现在他做了一个改动就是 你的单位如果在树林里面射击的时候 你的箭矢会有 我记得不知道是1秒还2秒的 不知道1秒还1.5秒我忘记了 的一个无敌时间 就是你可以穿透树木出去 就是让你确保在森林里面射击的单位 是可以穿过树林的 懂意思吗 就是 就是说以前如果你在树林里面射击 你可能射出来的弹药是会直接被树挡住嘛 你根本就打不到对方 因为全部都被树卡住了 那现在 CA为了改良这件事情就是 毕竟你的单位在森林里面 然后 像森林里面 然后他他不避开树 在这树上面射击他就会一直撞到这个树上 听起来不太合理嘛 所以 你也很难改他的引擎什么的 就干脆用最暴力的做法 就是我们直接让箭矢可以穿透 所以现在在森林里面的话 是会有这个效果 那针对那个森林里面可以隐蔽的一些 单位的属性 他也有做一些改动 好不好你看这个 像这个桥夫 还有写 此单位可以通过树林 这就是新的一个说明文 好不好 现在他多了一个这个属性 反正他就是针对了一些像是 怪物步兵在森林里面是不可能可以隐形的 就是怪物步兵在森林里面 是没办法躲避自己的这种 听起来比较合理的设计 把他稍微做了一个改动 总之这可能会对 对战影响比较大 我觉得战役上的话应该是还好 因为电脑嘛 反正就稍微的比较笨一点 那我们就打开这场比赛 给各位看一下 好不好 那因为今天这个影片 是没办法展示新的 没办法展示新的单位 所以我们就稍微看一下 这整体新的木精灵 玩起来的感觉 是怎么样就好 好 好来恩 好来一根技能 占英力爪 3 2 1 好我要太早放 太久没用这个法术了 我没用这个看看 这都要独秒 他有潜行一个单位在前面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在森林里面的巡灵客 好我们稍微躲一下剑 然后森林里面 给他攻击 总之现在在森林里面的单位 就对于远程来讲 就不会挡东挡西的 不然我之前也是真的 不太喜欢在森林里面作战 就觉得 有点有点麻烦 有点麻烦 狂野骑士 先抓他的狗 然后前线的话 就用永恒守卫先 扛一下 有没有没有 他穿过这个树木你有看到 有吗 应该是真的 是有这个改动吗 应该不是我瞎掰的 不过这野兽人还真 真的是硬 直接冲 冲 这是 是真的有点有点动作 放个法术啊 放个法术啊 奥莱恩 定战能力73 诶 老公说 还打输啊 放个法术 增援一下自己 然后这边的话 有打退 荒野骑士回来 然后这边的话 看起来应该是没问题 然后突然他的前线崩溃了 带出了一个恐惧效果 奥莱恩本身自己可以带恐惧效果 所以把他前排一下跑 还错 那这个战因骑兵就下来 直接进战烈角兽突击者 好吧 抓一下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那领祖的部分应该 也是 OK 没有问题 我们放一下狼来帮自己 对 我们的永恒守卫快不行 好 能撤退 然后他的领祖应该就 好 对 我们来远程攻击一下 哎呦 他要离一段剧才能丢 来 丢丢一发 有 对了 现在还有一个改版就是 步行领祖在 这次的改版之后呢 比较不容易被战车击倒 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 虽然说有时候打战役的时候 没有 没有把对方击倒 还蛮 还蛮难打的 不过 这个对对战来讲还蛮重要的 就是以后 质量比较高的领祖他被 呃他被骑兵撞的时候 不会 马上就不会一直倒地 一直倒地 记得之前如果他是一个步行领祖 你拿骑士不断的来回冲锋 他会一直倒地吗 那现在就不会有这个事情 好不好 再来 可以看一下这边 啊你看这里 这里这里 急杀树造成伤害 伤害值 这边在结算的时候会显示出来 这也是新增的UI 你就可以从这边去观察说 这个单位即便他急杀很少 是不是有做有效的输出 我觉得这还蛮重要的 有时候你 你会不确定说 刚刚那场这个可能火炮 可能巨兽他都没有急杀树 他到底有没有贡献 啊那这次有帮你换算说 他的伤害到底能造成多少的 呃总伤害有多少 然后各种各种各样素质 你就可以参考一下 我们就成功打赢第一场战斗 我们看一下有什么选项 释放战斧 杀害战斧 跟 呃扣押战斧 看一下 大爱战斧的话 可以增加领导力 我领导力看起来不是很缺 五元看起来是蛮多的 四百多块好像没什么 那我就不用了 扣押战斧 狄帮战斧 狄帮战斧 后来人升级我们先点触手可击 对了我们还有一个 我们还有一个英雄没有 没有入队 迷宗客 先进队伍 然后再把他杀了 中央战斗 够压 年轻母鹿 就这样拿到一些能力 那我看没有意外第一个目标 应该是把卡拉克 普达克给抢下来 我们看看有没有办法把他抢下来 嗯 这里的话我们把 森林奇观 尼宗客的话 嗯 弄剑人 然后招募一下新的 新的单位 剑人的话应该需要补一些 有两个间 两个前线一个远程吧 那这边的话我们有五千块 是不是 嗯 不过 我觉得 呃 星火之剑这个感觉 也可以先先拿一下 然后 葡萄葡萄苗圆 这个也不错 我们就先来这两个 然后组成先别 先不神 点一下科技 外交部分的话呢 我们一开始跟卡卡松看起来 关系不错啦 那 不过第一回好像也不能贸易 我们先去想办法看能不能抓掉卡拉克普达尔 卡拉克普达尔 好 那再就进到下一个回合 我们直接 直到黄龙 遭遇安格朗德士组 没问题 好 那对手这里就是也在补原吧 那这应该是野兽 这是绿皮系的 绿皮的派系 绿皮的派系 我们来看看 我们来看看 现在健康度有2了吗 我们刚刚有打赢战斗 所以这健康度是往上升的 直接 攻击看看 这场有点硬 看一下 好 我们就看一下这应该是在野地的作战吧 还是有城镇没有 好 来吧 应该还可以 哎我们还有一个高地 不行还行 那木精灵的弓箭手不用说了 他都有那个 边移动边射击的能力吗 所以不用担心 好 应该是可以 先排站好 OK 刚刚奥莱恩重伤哦 看起来有点危险 地金弓箭手 我们先把他远程抓一抓 看 等一下应该会好打一点 应该 木精灵的远程应该还是蛮靠谱的 我们现在站高地 巨高地而战 巨高地而战 因为他如果不上来的话 他就倒霉了 哦 地金弓箭手 哦 可以可以 不然我们的空军这个战英骑兵 命中率不太不太优秀 如果看起来其他的是可以的 不高地 你自己拿起手应该 不行 然後迷宗科點他的領主 然後在光業前面看一下 等一下他可以動 點掉一隊然後擋起手把他射死 放個把術 放個法術 騎兵竟然快打我 孔野騎兵看起來做得不錯 我們先拉開 然後戰英騎兵去抓他弓箭石 民宗科繼續點他的領主 然後這邊的話前訊我們看一下 民宗科應該可以自己進戰一下 他沒有時候往後拉 然後奧萊恩這裡我們 通風一下 通風 拉開 不要受太多的傷 奧萊恩快被地精給切死了 奧萊恩拉出來 然後光業騎士後面不斷的來回衝擊 拿出來 欸又看戰英騎兵打贏這裡 民宗科快掛啦 我們創業騎兵去抓他的遠程好了 我們創業騎兵去抓他的遠程好了 遠程很麻煩 然後這裡支援一下 民宗科不行 他領主要死了 NICE 在這 怎麼全部切進戰 那領主死的話我們應該勝算就比較大 然後 荒野奇兵調回來 OK 崩潰 這裡的話 把他綠皮的領主抓死的話 看起來就穩了 穩了 不過好像也不是很好打 太久沒玩木精靈 那這邊的話應該就沒什麼問題 就直接把城鎮搶 看一下 造成傷害一萬一千一百九十九 傷害值七百多 奇殺數一百二十五 也不錯啊 你看戰衣奇兵其實也創造了蠻多的殺傷 只是我覺得他最後結算這個 這個數值啊 可以放久一點啊 他讀取到快完的時候就不能看了 或者是讓我自己決定要不要按掉 因為他讀取完就會回戰衣畫面 我覺得這不太好 這可能可以建議一下他改 好 那我們就成功奪取了這個 這個 這個城鎮倫德 你看這裡有幾個選項 佔領荒原喜劫跟近空荒原 近空荒原的話可以 直接加五點的健康度 那如果維持 摧毀狀態的話 對魔法森林沒回合就會加一 這個是佔領的時候就沒回合加一 所以你不管是摧毀還是佔領都可以增加 不過 嗯 一開始應該都是佔領 佔領起來 我們就奪下我們第一個卡拉克普達爾 同時看一下這裡 我們的健康度 可以看到我們奪下了卡拉克普達爾之後 就總額加一 用個每回合自然增長就會加一 那再加上剛剛戰鬥勝利 好像每一場加二 好所以這邊這邊是累積了四 好啦 那這大概就是這一次的 木精靈的一個基本的玩法 那我們這個戰役應該不會打完啦 這個 Orion戰役我們就 當作只是一個展示 嗯之後我們就把重點放在 新的靈主身上吧 就是我們的 Sister of twilight 好不好 那今天的這個 木精靈的介紹影片 我們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那今天就跟各位介紹全新的木精靈機制 還有他的科技術 還有領主的科技術 然後還有現在一些新增介面的介紹囉 那希望你會對這次的DLC內容有所的了解 那我們就期待下次更多的 戰隨DLC的新的消息跟新的影片啦 那看到這邊的話 不要忘記的幫我點個喜歡 然後訂閱我的頻道 有餘餘的話也可以加入會員 然後來幫助我 製作更多的優質影片提供給各位欣賞給各位看 那也可以獲得優先的互動權利 包含你也可以加入我們私人的乾爹群 都可以 參考一下我們的會員計畫囉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感謝各位收看 我們就下個影片再見 拜拜